记者陈燕听屏东报道,国内知名景点肯定今年旅客很难超过500万人自大关交通部观光局所属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鹏管处却正好被交办,要配合恒川观光铁道,委托固案公司执行恒川半岛观光发展蓝图规划,饭店业者直呼举双手赞成,但也有居民认为观光局势逼着下属尼菩萨过江。 横川半岛观光仪肯定最著名,但近年环境及游戏品质下滑是不争事实,尤其消费、住宿及运输价格过高,网络上常出现去肯定不如去冲绳文章。 横川丁游客连年下滑,反观鹏管处侠馆的小琉球市逐年稳定高升,今天还传出有连锁旅店业者要赤资五亿元进驻小琉球的海景第一台,打造文创旅店。 横川丁游戏负面消息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当地甚至有饭店业者认为是计划性抹黑,同业间已创起欲不正确爆料要正面回应的默契,力图自立自强。 交通部观光局此时正好要求因为地缘关系的彭管处,剥划未来横川观光铁道发展观光的蓝图讯息一出,看法两极。 举双手赞成,横丁浮华贩店总经理张机光说,横丁的主管机关肯管处是以保育为职制,但观光下滑却又不属他管辖,目前因应网络上反弹,同业间也串起遇到不正确爆料要回应,合理反弹事实反应的做法,向浮华就已,调降耶旦到元旦的房间售价。 张机光说,横丁毕竟还是国内首区一指的旅游景点,观光局也有拼观光宗旨,切入角度绝对和以保育为职制的肯管处不同。 不过,横丁张姓居民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彭管处所辖的大鹏湾,现阶段的观光量能明显不及肯丁,对游客的吸引力更低,要就肯丁,大鹏湾应更先自救,认为此举是尼菩萨过疆,肯丁只要垃圾污水违法乱将处理好,就至少好一半以上。 而跨峡插手,连东港的陈姓居民都不看好,直击背筋抖动看风水。 彭管处官员则强调,目前是为未来屏东再从新左英到潮州东港观光铁道,再到恒春。 观光铁道及大鹏湾后壁湖有顶级大鹏湾金航机与恒春机场对飞的新世代交通模式,评估整个恒春半岛乃是屏东县的观光发展,会以交通角度带入所有观光资源。 也请民众拭目以待恒春观光铁道所带来的正面能量。 节目以待期待休息。 1254 感谢观看